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运村的智能按摩床震撼一波 兴奋劲还没过 吃饭的时候又被机器人餐厅惊饿到了 加料 翻炒 调味 出锅 装盘 上菜 你能想到这一系列娴熟的烹饪手法都是由机器人来操作吗 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 这一切成为现实 甚至天上调美食 据小编了解 冬奥会智慧餐厅的做饭机器人可以做出麻辣烫 公报鸡丁 包仔饭等中餐 也能做汉堡 逆式肉酱意面等西餐 甚至煮饺子 煮馄饨 调鸡尾酒 最难得的都是他们24小时待命 不会累 出餐快 还能减少人员接触 确实无愧智慧餐厅的名字 这些给冬奥会媒体人员做饭的机器人 正式名称是智能餐饮设备 在智能餐厅里可以看到智能汉堡机 智能包仔饭机 智能饺子 馄饨机 智能调酒机等智慧餐饮设备 以及用于自动送餐的云轨传输系统 智能餐饮设备并非传统的人形机器形态 比如可以自动炒菜的智能炒锅主体 就是一个圆形的锅 但是它却跟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石大明厨学了意 把大厨火候控制 翻炒手法 下料顺序等秘诀 转化为程序 再用硬件机器复原出来 客人在柜台下单后旁边的档口内的机械装置 就会自动加热面包 现煎肉饼并搭配生菜 酱汁 最后叠放好的汉堡被机械装置用纸包好 出餐 据了解 该机器一次备料可以连续制作300份 能轻松应对用餐高峰需求 想吃米饭 没问题 这里的智能包仔饭机由存储冷库 烹饪等模块共同组成 开盖 加油 添料等操作环节自动完成 确保每一位顾客能享受到带有金黄色锅把的正宗包仔饭 而智能调酒机的形态则是一个粗壮的白色机械手臂 只见它从不同的方向将调酒用的原料酒和冰块装进调酒杯 接着就一会儿剧烈 一会儿轻微地左右摇晃起来 几十秒后酒就调好了 机械臂将酒倒进了准备好的酒杯中 最后还颇有灵性地抖了两下 为这杯酒注入了灵魂 只需三到五分钟便可制作出一杯高颜值的鸡尾酒了 其实 在这个餐厅 机器人烹饪算不上最绝 最绝的是轨道交通智能化上菜 就餐人在柜台下单后 只需要按照小票显示的号码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坐 当智能炒锅装盘完毕后 菜品被上传到空中云轨 随后就会有云轨小车来接应菜品 通过计算出的最优路径 自动将菜品送达对应的餐桌上空 再通过下菜机让美食从天而降 据小编了解 仅在1月4日至22日试运行期间 大概有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工作者 在智能餐厅用餐 预计到赛时餐厅平均每天 要接待约5000至600名记者 机器人大厨做饭的原料是什么 是新鲜食材还是最近大火的预制菜包 冬奥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项目主管 中展鹏告诉小编 智慧餐厅智能烹饪体验区的所有食物 都是现点现做 不同智能设备烹饪的菜品不太一样 比如智能炒锅所用的都是新鲜的蔬菜 肉质进行炒制 如蒜蓉西兰花 小炒黄牛肉等 饺子 馄饨则是提前包好 现场由智能饺子馄饨机烹煮而成 智能包仔饭机可以限点限制两款包仔饭 如排骨包仔饭就是分别下水 生米 油和排骨 其中排骨是中央厨房提前腌制过的 传统餐饮模式因为厨师不同 记忆差别 相同的菜品不一定每次都好吃 而摩得感情的做饭机器则拥有烹饪动作精准 出菜水平稳定的优势 以智能包仔饭机为例 这台机器人可以同时操控36个炉头的精准火候 确保包出的每一锅包仔饭都能有金黄色锅板 智能小吃炸品机则能根据订单自动识别不同的食材 并针对不同食材 不同工艺 独立控制油炸温度和时间 这套体系的优势在于提高传菜效率 智能餐厅向母主管中展棚告诉小编 智能炒锅区有18个炒锅 可以同时做18道菜 每个菜大约用时4到6分钟 再通过空中云轨和下菜口上菜 根据座位远近和当时繁忙情况 送餐需要2到4分钟不等 比真人烹制送餐省时很多 除了做饭 机器人还能干什么 近日 外国运动员拍摄的北京冬奥会机器人的视频 再次登上了外媒的热搜 视频中 这名美国运动员先是在场馆内 遇到了一个上白下黑 仿佛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 上半身还系着领带的机器人在闲逛 他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说你好 不过机器人的反应很冷漠 看了他一眼冷漠地说道 请戴上医用口罩 运动员一时没反应过来 旁边的队友提醒他说 这是让你戴上医用口罩 他对机器人道了谢 机器人就直接走开了 网友评论称 中国的技术非常棒 不应该被抵制 另一名网友表示 中国工业发达程度慕容置疑 我曾去过中国很多次 每次都很感叹 还有说 这就是工业革命4.0啊 十三五以来 我国机器人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 约15% 2020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 突破了1000亿元 扫地 擦窗机器人 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除此之外 机器人还在快递物流 手术护理 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有所作为 1月28日纽约时报 以奥运赞助商来说 中国是个例外为题刊文 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拜登 和个别西方领导人 叫嚣所谓抵制 但全球知名企业 仍将出现在赛事现场 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企业 目前全球13家顶级赞助商 已经和国际奥委会签订了 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 这也让美国主导的 对北京冬奥作秀式的抵制 成了笑话 早在去年7月 美国政客就曾对北京冬奥会的 美国赞助商们施压 多名美国议员在当时的 一场听证会上 拿新疆问题逼爱比营 可口可乐 英特尔 宝洁以及威萨 五家美企高管表态 但只有英特尔高管选择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 让反华议员气急败坏 文章注意到 在北京冬奥会赛场 一块电子标牌 循环播放着三星和奥迪等企业的广告 威萨是本届赛事的官方信用卡合作伙伴 宝洁在奥运村开了一家美容沙龙 可口可乐 伊拉罐上装饰着奥运五环 报道指出 这些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 削弱了拜登等领导人试图在所谓人权问题上 惩罚中国的努力 其中很多企业还来自美国 报道称 对冬奥会的赞助 反映出在华跨国企业面临的艰难抉择 要么离开中国 要么被所谓的人权组织抗议 承受生育风险 但对于这届北京冬奥会 这些企业的选择已经很明确了 全球13家奥运会顶级赞助商 已经和国际奥委会签订了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 这一结果果然让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气愤不已 但在回复纽约时报询问时 部分赞助商不约而同地强调 专注于运动员和体育 不参与政治 曾声称 据用新疆产品由删除有关内容的英特尔称 该公司将继续确保我们的全球采购符合美国 以及我公司运营所在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 民宿短租公寓预定平台爱比营和快销巨头宝杰表示 他们关注的是运动员个体 并强调公司对各界奥运会都有投入 而非只有北京这一切 钟表制造商欧米加表示 公司自1932年与奥运会合作以来 我们明文规定不参与某些政治问题 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促进我们所致力的体育视野 除了这些主要赞助商 很多国际企业也在以奥运为主题的宣传中推销自己的产品 例如一家必胜客餐厅的橱窗里 奥运会官方吉祥物林敦敦正在挥手之意 而他同样出现在肯德基的包装盒上 阿迪达斯在北京某购物中心建了一座滑雪场 里面摆着滑雪模特 谈及为何赞助商拒绝抵制北京冬奥会 美国国务院官员波斯纳称 当一些国家出现关于人权的争议时 西方赞助商会撤资 中国是个例外 无论是作为一个市场 还是作为一个制造巨头 中国的规模都太大了 很多公司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被政府针对的后果 所以就保持监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